在上一期视频中分享了如何在锁屏界面使用Dark栏 大家都很感兴趣 另外还有不少朋友也在问 锁屏的这个3D人像是怎么做的 可以看到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 如果是新款iPhone在长显屏幕下的效果会更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制作的过程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其实实现它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iPhone Memoji功能 打开信息App 选择Memoji 你的iPhone前置镜头可以扫描你的脸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把自己的头像先捏好 从皮肤、发型、眉毛、眼睛等等都可以自定义 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应该早就已经玩过了 OK 列好以后呢 就可以在贴纸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表情了 选择表情后 随便发给谁都可以 甚至是你自己发送失败都无所谓的 然后在信息中点击表情 这里可以选择背景颜色 白色和黑色背景 截图以后把下面的空白地方裁掉 保存到相册 最后就是去到锁屏里面自定义锁屏 点击右下角的加号 选择照片 我们可以用双指缩放选择大小和位置 这样最终就完成了 3D人偶的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视频 和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